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分享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隨時留言跟我們互動一下 同時邀請大家可以下載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我們就先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台北市議員侯漢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王淺秋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午安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新聞頭條 3加11又來報告了 上週五的時候 這個藍營是杯葛不讓蘇貞昌上台 而今天在立院這邊又來一個補充報告 終於他們是道歉了 但是道歉是透過書面報告的方式 也就是在我手上有這個 決策過程的專案報告 但這一次報告可是越來越薄 這個三個大家最關心的議題 包含了3加11 還有這個疫苗 以及紓困這三個匯報 原本是在昨天落幕 但是因為這個朝野協商 所以今天上午又再度 針對3加11有一個新的補充報告 補充報告當中我們也有看到 這當中終於是道歉了 道歉放在哪裡 最後一頁 他是說對於每一條寶貴的生命消失 我們都感到十分的遺憾跟抱歉 可是為什麼沒有會議紀錄 這當中其實也讓大家覺得 看了滿生氣的 這是在第二頁的地方 他是說因為指揮官跟行政首長 每天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 需要做很多決策 所以不是每一個會議都會 做成會議紀錄 這樣子的理由 大家能夠接受嗎 所以我們緊接著來看 我們整理出來的這個圖表 這800條人命今天早上 大家就在問到陳時中 說這3加11跟800條人命 到底你要不要道歉 但是陳時中的回答 真的讓大家都氣炸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這就是他們的態度 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呢 還有蘇貞昌雖然在報告上面說 要跟大家感到抱歉跟道歉 但是受訪的時候態度是什麼 好像就在影射說 你來贏的人不要讓我 就是又沒有辦法上台報告 記不記得他昨天怎麼講 他上次就是講說 是你們不敢讓我上台報告 所以你們不要來浪費 這個納稅人的錢 這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所給予我們的態度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秒回3加11跟800條人命 有什麼關係 你敢這樣子對著媒體講 你敢這樣在國會上講 那你敢不敢去跟這800條人命的家屬 來說這句話呢 還有在這邊我們整理出來 這專案報告 現在只剩下5頁 原本上個星期 還看到有12頁的報告 這個星期我們看到 這個5頁的報告當中 感覺上面是要把責任 撇得更清楚一點 如同他們口中所講 3加11跟800條人命 是沒有關係的嗎 所以蘇貞昌 他今天還在講 3加11沒有證據 是疫情的破口 感覺上面他們已經是定調了 這件事情不是跟疫情有關 也跟人命無關 也跟他們無關嗎 還有你在講說 不要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來 跟你追究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這個就是造成800條 人命的一個破口 為什麼你們睜眼說一下話 反過來還說 這是在浪費人民納稅錢 明明是誰在浪費錢 誰在浪費時間 是誰在浪費人命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一個答案 再來其實昨天的時候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 他也有問到說 3加11造成830條國人的人命死亡 陳時中是不是應該立刻請辭負責呢 他回答也是這樣子 報告寫得很清楚 好像一副你沒有認真看報告 3加11跟5月的疫情沒有關聯性 蘇貞昌還甚至護航的說 3加11跟5月疫情無關 你看陳時中這麼認真 你還這樣叫他下台 這是不對的 是這個樣子的嗎 在他們口中認真是陳時中的事 心情守得好是陳時中的事 但破口是誰的事 難道是萬華 難道是雙北的事嗎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終於他們昨天是道歉 但是這個態度呢 我們現在再來回顧一下 這個案情都已經控制住了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麼 如果你想法是說 3加11衍生到5月的一個疫情 到目前我們的報告也寫得很清楚 你沒有辦法找到這個關聯性 我要講一下 你那個前提說這個是破口 這是不對的 因為今天你看我們的病例 都是控制在各位數 所以對一個長期這麼認真的 陳時中主委官 因為他下台我認為是不對的 所以全民見識到甩鍋大法 只要寫一份報告 這個責任就跟他們無關了 這就是一個答案 這就是一個結論了 大家能夠接受嗎 所以大家還記不記得 5月29號那時候 陳時中還說 我負責 3加11我負責 如果你當時就覺得沒有問題 你要負什麼責 為什麼你現在換個時空 又換個講法呢 而現在還有這個立院的預算中心 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要推估明年的醫療預算 所以他們要推估說 到底會有多少人 在明年這個時候還來染疫 統計了一下 大概累計到明年6月 恐怕我們的確診數 會高達3.8萬人 其實現在我們的整體確診數 大概是1.6萬人 所以如果還會增加這麼多的話 我們政府到底有準備好了嗎 還是說到時候再甩鍋就好呢 今天其實也看到 藍營立委又霸佔了主席台了 這個一個小時 蘇貞昌也沒有上台講話 好像立院又空轉1小時 當然很多民眾是希望說 是不是就讓他上台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呢 其實我們來看 這邊在我們統計的結果 就是藍營他統計的今年以來 現在目前的死亡黑數 其實都還在增加當中 現在到了6月份的死亡黑數 是5000多人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民眾在雨中下跪 送別染疫身亡的父親 這樣子的場景 大家都還記在眼裡 大家都還記在心裡 可是現在執政黨 已經打算要淡化這件事情 這已經跟他們無關了嗎 漢婷 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所謂公告的專案報告 內容竟然只有5頁 1197個字就要完整解釋 這是一個非常不入流的 荒誕小說和藝營小說 都不回過 怎麼說 帶大家來看 前兩段深感榮幸 說明如下 所以上半段 簡言之就叫做廢話 下半段他說什麼呢 這一句話簡單來講就叫做 我好辛苦 開會時間 不分昼夜 所以五分之一也結束了 廢話跟吹噓 再來第二頁 重點中的重點 就所謂的3加11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這邊說必中就輕 就這樣一段講完了 然後裡面最關鍵的 比如說到底是哪一個 專家的決策 專家跟指揮中心報告了什麼 內部是什麼情形 民航公司它到底苛責 是什麼狀況 它所謂的落實是什麼樣的情形 以及因而做成決策 那你到底因何做出決策 裡面沒有寫 一大段落結束 再下來是什麼 沒有會議紀錄 並非沒會議紀錄 就是疏忽草率 所以就在告訴大家 是因為他們太忙 他們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很忙很多事情的 你們不要來找我麻煩 好了再來看看第三頁在幹嘛 第三頁重點中的重點 就是所謂的 並無職場或家庭以外的 社區接觸者確診 就是講病毒就是蟲洞來的 所謂的3加11也不是破口 諾富特也不是破口 那到底病毒從哪裡來的 他也不告訴你 總之他認為這些都不是破口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在5月份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當時的宜蘭 盧州 萬華 諾富特 陳時中是親口坦承 這些的病毒都是有病毒基因序列 都是同一個基因序列的 那明明就來自於同樣的病毒源 那為什麼當時陳時中要這樣講呢 因為他為了要告訴台灣 沒有黑素 只有同一個感染源 否則的話 遍地都是感染源 遍地都是黑素 那表示陳時中去年防疫大失敗 所以5月初為了要壓制下來 控制下來才告訴大家說 都是同一個感染源 不要怕 結果現在又告訴大家 不是同一個感染源 那請問感染源到底在哪裡 陳時中不講 蘇貞昌也不講 最後昨天立法委員問 然後蘇貞昌就甩鍋一句 美國調查什麼病毒源是在中國大陸 你看 用這種非常無厘頭 然後迴避的方式 來躲避人民的監督跟質疑 最後的第三頁和第四頁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 我好辛苦 然後請幹嘛呢 請給政府最大的支持 就是我好棒棒請支持 結束了 沒了 就這樣 五頁講完了 其實也只寫半章而已 第五頁 第五頁就是附一張圖 第五頁就是一張圖而已 就這個樣子 八百多條人命 就這五頁一千多個字 比小學生的作文還不如 各位朋友你能夠看得下去嗎 今天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好了 就不論病毒到底是從哪裡來 不論疫情從何而來 就算沒有3加11 就算沒有諾富特 但是五月到七月走了這麼多條人 我們發現病床不足 瑞德西偉不足 彈珠抗體不足 隔離病房不足 一切的不足都是你去年說要準備到今年沒準備 光這些不足你都應該要下台負責 就算沒有3加11 死了這麼多人你也要負責 蘇貞昌說國會不要空轉 這是浪費人民納稅錢 養你才是浪費人民納稅錢 說真的 養條狗都知道知恩圖報 養條豬還能殺來吃 養蘇貞昌跟陳時東還要幹什麼 養條狗都好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他最後一段 就是在第四頁這個地方 他就說我們會虛心檢討 持續改進 希望國人同胞給指揮中心 給政府最大的支持 口頭上面說的卻是跟書面上不太一樣 口頭上告訴大家 這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 這個態度顯現出他們心底深處 我沒有錯 我沒有要認錯的意思 是你們一直找我們麻煩 我寫個午夜報告 已經算給你們面子了嗎 錢秋姐 這個報告要不是說字很大 這麼大 大家如果看得到 字這麼大的話 稱不到午夜 這麼大的字勉強撐到了所謂的 其實實際的內容在三頁半 這個內容裡頭如果我是作文老師 剛剛漢婷說這好像是個作文比賽 如果我是作文老師 我只能說給他打個49分 50分都不到 為什麼 因為題目叫做什麼 3加11決策過程 可是這當中有決策過程嗎 連基本的會議裡頭 好 你沒有會議紀錄 但連媒體都拿到了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當時禁舊刊挖出來的資料 就是當時會議有些結論 有范雲辦公室的title 所寫在幾項結論 還有手改 幾項結論 誰出席了 前面的簽名都有 至少有會議結論 那個結論內容 對不起 這個字看起來有點糊 結論就是要怎麼修改 這個3加11的防疫的隔離措施 幾天改到幾天 然後6歲以下如何如何 這不就是在這個會議紀錄上 由范雲辦公室去協調 去施壓而做出來的結果嗎 那麼你總幹 既然是要講決策過程報告 你好歹要把當初你們協調的過程 誰代表成人之中做 你負責一下說別人去參加的 你就會搞半天自己決定的 你好歹要把這個過程 清清楚楚的把真相跟人名說明清楚 他這個內容完全好像沒開過會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 也不知道 從頭到尾就只是告訴大家 用爛情的形容詞在形容說 抗議是一條艱辛又難長的路 講一些廢話 再來就強調甩鍋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證據顯示3加11是缺口 是個破口 可是也沒有證據顯示他不是破口 他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甩鍋 然後從頭到尾沒有告訴大家 那到底內容是什麼 那麼你過去的基因定訊 你曾經公佈過的 諾富特跟萬華一樣的基因定訊 那人這些機師一開始 在當時趴趴走的時候 也說到有些足跡 你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沒有掌握到的任何的傳播鏈呢 你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顯示 所以這個題目叫做你要把3加11 當時決策過程講清楚 但是裡面是沒有決策過程 那純粹只是一個行政院 或者是陳時中的大內宣的 感性的文宣 告訴大家說 我們好辛苦我們很很棒 你們要給我們支持 可是人家民民中要的真相 800條人命的家屬他們要的真相 或者是可不可以從中得到的教訓 讓我們0加7這些狀況 這些可能發生的再度的破口 不再發生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過程的描述 再來反思跟檢討 比方說這個諾富特好了 3加11好了 曾經造成的防疫措施上的不當 而造成的人命的重複的感染 或者傳播 你有沒有在底下做過一些反省跟研究 完全沒有 反正就全部都是空話 這個作文死當 死當之外 出來又講 這個你們讓立法院空轉是納稅人的錢 被你們浪費了 你在浪費人民納稅 其實因為我們的看法 覺得把拿錢來請你們 才是浪費人民納稅錢 你看你把五倍券搞成什麼 要花多少錢 那麼你們的薪水拿來做什麼 拿來讓你們官員都先打 搶先施打 而民眾還要苦等 還要碰運氣 還要被你的踩地雷 準備去打高端 才有辦法打疫苗 才能夠保障自己身家的安全 而連要有一個真相 連要知道說 到底當初上一波的感染怎麼來的 真的就是他講的 偷渡來的嗎 你們真的有臉自己做得這麼好 這麼辛苦的一個官員 怎麼他不應該下台 但你們說要負責的時候 這叫做責任政治基本 應該要面對的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的去面對過 有沒有至少謙虛跟誠懇的 說明過這個過程 所以我顯然就是定調 因為在一開始 陳時中反反覆覆不同的說法裡頭 他也曾經有過反省 他也覺得好像不太恰當 所以我要來負責 他自己也曾經也許有反省過 良心有發現過 但是這個時候到了立法院 已經由府院 共同的定調之後 就是一推325 全部跟我們無關 然後也完全不講內容 這個最可怕的是說 他完全不把這個內容 當作任何討論的空間跟重點 也不給你任何的資訊 所以你也沒有得討論 比方說有些數據資料 你證明當時為什麼 或相關的可能性 都沒有 完全沒有 他直接不講 然後不針對這題目談 他講他想講的 另外自由發揮的時候 你也沒得去找他毛病 同時他也絕不面對這個問題 也強調自己完全是100分 完全是擋出了疫情 只講公 不講過 公好真的是你的嗎 我相信大家民眾 心裡都已經有答案了 對啊 難道我們人民 真的拿他們沒辦法嗎 其實昨天傳出這樣子的消息 說這個綠營讓步 要讓這個3加11重新報告 他們強調不是重寫報告 是補充報告 所以姿態提示也滿高的 今天早上是8點40分的時候 朝野趕緊來做一個協商 就說今天上半天要不要改為 這個3加11的補充報告 原本大家覺得說上週五這樣子 他提著公事包 蘇貞昌提著公事包就走了 是不是永遠都得不到真相 今天原本還有一絲希望 但是現在看起來 真相就是他們口中所說的嗎 他們所說的是什麼 是說跟這一個800條人命無關 現在目前為止 累計確診數16000多 死亡了841人 死亡率還持續往上增加 是來到了5.20% 而疫苗的覆蓋率 這個是一劑的覆蓋率 大概是50% 50%左右 可是除了這些死亡數字之外 還包含了打疫苗之後的死亡不良反應 以及還有我們這邊講到的 都還有一些黑數 看來這些黑數 這些犧牲的人 永遠是得不到真相了嗎 漢婷 我要讓大家再回憶一下 在五六七月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什麼樣情形 是在街邊你都會聽到 隨時都有救護車 是隨時你走在路上 如果看到前面有人不小心就跌倒了 或者他就倒下來了 你都不敢輕易的過去救他 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在那段期間突然有了咳嗽 發燒這些症狀 你擔心害怕 你不知道該不該送他去去救醫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確診 你不知道這個家庭還能夠在撐多久 你不知道會不會是你跟他見面的最後一面 這一些事情歷歷在目 都還沒有談到經濟的崩盤 都沒有談到做生意的不容易 各種的不方便都沒有 沒有 光是這三個月帶給人民的這種恐懼感 跟不安感 政府就應該要下台 政府要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這一波疫情來臨的時候 人民有放心嗎 沒有 那些真正信任的人很多人 甚至也都不幸的往生了 但是陳時中也好 蘇貞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有沒有為這些不幸顽固的同胞 掉過一滴同情的淚水 沒有 只有這些充滿冷血跟傲慢的言辭 如同在傷口上撒眼一般 對待所有的受害民眾 死亡率高大家也都質疑 但是指揮中心說什麼 說因為是家屬放棄搶救 但更關鍵的是因為很多關鍵性的藥物 或者是治療的設備根本不足 所以今天我想 台灣大多數人到底對於五月份 疫情病毒從何而來 其實已經都心知肚明 早有定見 不要在意蘇貞昌和陳時中 繼續胡說八道 否則他們這樣天天胡說八道說多了 可能大家還真的就相信了 接下來監督的焦點跟關注的焦點 是即便我們不再談論 所謂的三加十一和諾富特 但光從五月份處理的狀態 跟其他世界各國比一下 台灣有比較好嗎 蘇貞昌說你看台灣好像很了不起 一下控制下來 你的這個所謂一下控制下來 是一百多天 看看紐西蘭當時立刻降下來 或者看看當時的澳洲跟深圳 是立刻控制下來 疫情爆發的比台灣晚 控制的比台灣早 那才叫做短時間 一個月兩個月內控制下來 所以真正要在世界上比成績的話 民進黨哪有臉 所以接下來我們更應該去檢討 為什麼當時你承諾的 病房也好 設備也好 醫療器材以及醫療人力 竟然在五月開始集體崩盤 因為是你去年就說要準備好 但到現在都沒準備好 光這一點 整個民進黨都應該集體辭職下台 並且萬死不辭 其實在立院的這個預算中心 他們有講說明年六月 累積的確診數預估是高達3.8萬人 我們現在已經1.6萬人 都已經可以看到政府 是這樣子的態度 如果到3.8萬那還得了 剛剛看到這個指揮中心 最新的新聞推播 陳時中的說法是說 3加11跟這5月的疫情 是平行發生的 也就是說沒有英國關係 它的3加11 並沒有造成這一波5月的疫情 看起來這個甩鍋的幾部曲 已經開始上演了